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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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所有的东西都是负担 包括孩子 孩子是什么 孩子是希望的结晶 孩子是另外一个希望 但是不好意思 你的妻子已经不相信你了 她倒不是认为说你一定今天挣三千 明天就要挣六千 不是这样的 她是要看到你的意愿 你的能力可能是这样 她已经认了 因为当初就是这样的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意愿 没有这个动力去实现那个好的希望的话 别光说要孩子了 可能她都要和你分开了 你怕吃苦 还怕没面子 那面子重要还是理则重要吗 当你不想回家的确 不想听你老婆的刀了 但其实你是在逃避矛盾 你没有解决问题 你躺在宿舍里或者在网吧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幻想自己周围的人都是那样的 你看他们都活得不错 你也可以那么混着 是吧 但是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家庭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为你曾经的承诺你是要兑现的 兑现不了 对方就要离开你 孩子的问题放一放吧 先找找自己的问题 而老婆这边呢 其实你要给一个希望 事实上她努力能够到的 如果太过于遥远 她就完全不会动了 所以你要把你的目标明确一点 能挣多少 多一点是可以 不要一下做她不所能及的事 因为她的能力其实你能了解就是那样 对不对 但是再加上努力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这种状况是不是你的希望 如果是 就给她一定的时间让她去改 如果说更高的希望达不到的话 那就跟她分开 我觉得你还像一个男人那样吧 别逃避问题 多跳出你那个圈子 去了解 多认识一下你老婆认识那个圈子 你就知道自己差在哪儿了 面子真不是那么重要的 苦是可以吃的 因为丢面子 吃苦换来的都是你们的幸福 好不好 达到这个希望之后再说孩子的事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白老师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懂你妻子 你妻子她之所以对你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满 不是来源于她对你能力的失去信心 也不是来源于什么 她说你懒 说你性格上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是她在意识到 你并没有那么爱她 因为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特别能够让人蹦妈出神奇的力量 还能够让一个柔弱的女人 突然间能够举起巨石来去拯救 压在石头底下她的孩子 那你到底是更爱你的温度 更爱你的感受 更爱你的面子 还是你更爱她 你愿意为她来去吃苦耐劳 然后去提升你们的生活品质 还是把你们的生活就保持在 连三千块钱的蜜月旅行都拿不出钱来 这个其实就不是在说虚不虚荣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 就已经生活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你还能够我就挺好 可以吗 可以 特别可以 那她不要是觉得不可以的话 你们两个是两口子 你到底是爱护你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你还是更爱她 我觉得她是感受你没那么爱她 所以她当时能够不要那些世俗的东西 跟你进入婚姻的那样的一种决绝 那样的一种对你的信任被辜负了 所以她才不愿意或者不敢 跟你再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如果你的那个孩子说 我想去迪士尼玩 我想学钢琴 我想去溜冰 请问你说 哈哈 我觉得就在家里边看着太阳 然后坐着手指头唱着歌都挺好 你好意思吗 所以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真的认为取决于她有没有多爱 我特别记得我在我13岁的时候 我们家住六楼没有电梯 我们家煤气罐没有煤气了 我自己扛着煤气下楼换了煤气罐 我都想象不到我是怎么给她弄到楼上去的 但是我当时就想我弄了 我妈回来就不会费力气 我爸回来就不用再去换煤气 他们就能够省心一些 他们就能省力气一些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小伙子和这个姑娘 我觉得孩子的事确实可以放一放 你们有那么相爱吗